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iPhone 大家期待已久的iOS10期Beta终于登场了 iOS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期待的新功能 本影片将介绍iOS10期Beta下载的四种方法 让你顺利地完成iOS10期Beta更新 别忘了按赞以及追踪我的频道 你将会更快地获得有关iOS10期的更多资讯哦 考虑到iOS10期Beta的非正式版本特性 其稳定性尚未完全确立 在进行iOS10期Beta升级之前 强烈建议你要做好iPhone资料的备份工作 另外你还要检查装置是否支援iOS10期Beta iOS10期将不再支援iPhone8和iPhoneX iOS10期支援的机型已经放在影片左边了 可以根据装置的机型自行的判断一下 方法一,加入Apple Beta Software Program 但是这个方法仅支援iOS16.5 如果装置版本过低 请对装置进行升级 升级完成后前往App Store 下载并开启Apple Developer应用程式 在App内切换到账号登入 使用你的Apple ID登入 然后在iPhone上反应官网连接 登入相同的Apple ID即可 官网连接在影片中和影片下方我都有放入 可以自行的复制或者点击进入网址 在重新启动iPhone之后 点击iPhone设定 一般软体更新 勾选iOS10期Develop Beta 下载并安装 等待iOS10期Beta安装完成即可 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及时的为你解答哦 方法二加入Apple Developer Program 加入Apple Developer Program 是苹果官方提供的另一种方法 但需要支付99美金的费用 如果你愿意付费也可以看看这种办法 首先前往App Store 下载并开启Apple Developer应用程式 在App内切换到账号登入 使用你的iPhone ID账号登入 然后在底部选项中选择Enroll Now 填写必要资料并完成付款 即可成功的加入苹果开发者计划 方法三 直接下载iOS10期Beta描述档 我们在苹果手机自带的Suffer浏览器 打开这个网址 下滑切换到Develop栏位 找到iOS16.6Beta 然后点击安装描述档 然后进入iPhone设定 以下载描述档 安装 按照指示进行安装后重启iPhone 进入iPhone设定 一般软体更新 这样iOSBeta时期就升级完成啦 如果你觉得上面的方法都太麻烦 过程复杂无法操作 在这里我可以推荐你一款专业的iOS升级工具 iPhone Fixable iPhone Fixable是一个专为iOS升级降级而设计的强大工具 界面紧急操作简单 百分之百无数据遗失 保证资料完整 同时支援超过100种iOS系统问题修复 我们首先在官网上下载iPhone Fixable后 点击软体主界面的iOS升级或降级按钮 选择升级iOS 这时将您的装置连接至电脑 点击下一步 软体将自动的侦测您的装置 选择iOS.0Beta的版本 点击下载 等待进度调跑完 开始升级iOS 耐心等待即可升级成功iOSBeta时期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在升级iOSBeta时期的过程中 还遇到了其他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及时的为你解答 最后别忘了按赞 也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